每个人都有偶像 就那个时候就想 我也要成为像偶像这样的人 出道那个时候真的非常开心 觉得我就要起飞了 就是终于朝着自己梦想的 偶像这一步就是我再往上走 我们就还是把动作再顺一下 一打二打三 在女团里面最开心的一件事情 应该是去韩国拍摄 有一首歌叫FIRE 那首歌这是去那里拍的 而且就是我喜欢的团的导演来指导 去韩国拍摄这个是我们经过了考核 最终选定的九个人 然后我还是那九个人里面最后一个公布的 就公布到第八名都没有我的名字 我心想完了 激动的已经没有眼泪 但是我那个手是一直这么紧紧的攥着 就是终于争取到了 就这个感觉 忍不住要拍给小姐妹 看得出来里面的格局还是以前的样子 第二层楼就是我们经常会在这里做冷餐会 就是粉丝见面会 然后一楼还是我们第一次公演在这里 站在这里和粉丝一起拍机体照 就是第一次向大家公示 我们成团了 就在这里格局都还一样 然后日程都是从早上七点开始就要晨跑 每天晨跑 围着楼下操场十圈 正月课 影视表演课 表情管理课 晚上就是训练彩排公演 最开心的吃饭的时间还不让我们吃米 有传言就我们那栋楼装修特别像个监狱 就是那个楼上都是放的铁篮杆 可能怕我们就想不开要跑吧 然后最继的就是这里一片黑的墙 然后上面很大的1931 我还每一次来的就会小姐妹在这里 就是和这个1931的字还有合照 但是现在也 做女团对我来说真的很快乐的事情 我从武汉来到广州 就为了就是能够去到女团 而且我觉得这个东西已经是我青春岁月里最后一次机会了 但是这个女团做的风格越来越是我无法驾驭的 百般纠结之后我就还是觉得要做自己 所以就决定退团了 我们出道到现在有一年多的时间 然后你们一直用行动给予我们陪伴和爱护 真的非常谢谢你们 退团了这段时间真的很迷茫 也不能说是以泪洗面吧 但是动不动就很容易出到我的这个痛点 这个事情我之前有跟我妈说过 我说妈我说我准备退团了 我妈就是最担心的一点 因为她一直觉得我去女团是找了一份工作 那如果现在是工作丢了 那你还能做什么呢 那你就是在广州了 那你怎么生活呢 你还有什么一技之长呢 像以前我们在女团的时候都感觉到是自己自带光环 我是小偶像啦 出门戴口罩啊什么 后面就是不戴口罩走到大街上也没有人认识你 其实原本也没有什么人认识我们 我们这个知名度也不是很高 我们这个团真的是到解散的时候才被大家知道 有这么个女团 刚好我还记得她宣布解散的日期是17年12月24号 我就直接炸了 打开官博就看到了就是直接公告就来一句 宣布停止运营 就是很多的问号 就是为什么呢 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就是宣布解散 我第一反应就是其他姐妹怎么办 当时是哪个时间或者是世界里让你觉得你度过了这个难关 就认识了我现在的老公 然后他做魔术嘛 他刚好就是想带我去韩国 看一下其他国外的魔术秀 我现在都有一点点怀疑 是不是会去韩国看魔术表演是他设计好的 他可能就是觉得就是说 不要放弃我带你去看另外一种表演形式 也许你会爱上 所以我也是看了那个魔术表演之后觉得好喜欢 那就是我想要的那样的舞台 那样的表演形式是我想要的 这一次是2020年这个疫情过后的第一场演出 其实还是蛮紧张的 就是昨天弄的吗 就是这几天演下来就会 然后这里也是 因为你一直要用力啊 因为你一直要用力啊 这些力量这些东西就是会和这些 然后我们那个有一个女助手也是手全部都破了 破皮了 就是这些东西就是很难避免 我加强了比较犯 对 所以过来重点 好多人呐 好今天自己是最后一天 第五场第六场大家准备 好长次上我们画上一个完美的区号 再离开这个城市 准备 321 嘿 大家加油 加油 加油 我也是中国比较少有的玩大型幻术的女魔术师 我们也曾经遇到过失误 我记得有一场就是由于道具老话 有这么粗的一根钢钉直接就断了 它就直接在台上断了 所以整个道具就是垮它 还好那个时候我还有舞蹈工地 然后后面就赶紧把这个道具就撤走了 我前面一段舞蹈solo 一听说就流量高 或者说是前景挺好的女团 我还是很动心的 但其实后来我这几天我沉下心来 我想一想就是 我觉得还是要做自己 以前我的那段时期已经过去了 然后最好的最美好的青春的时光 就留给了1931 而且既然我选择了做魔术 就从一而终 这个东西我现在已经热爱它 而且从事它 我就要把它做好 各位观众们 准备好了 3 2 1 准备 千里 这李老师出了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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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盐子李老师出了千里 你喜欢今天晚上的不可以吗 喜欢 今天晚上的不可以吗 喜欢 我们这一次成功圆满地完成了 我们长之战一起来干一杯 嗯 好了 干杯 辛苦大家请就餐 我觉得退团不算是梦想破灭 它是人生很宝贵的一次经历 而且人生的舞台嘛 总是一幕接一幕的 然后我走入到下一幕表演的时候 我要更好地去展现自己 自信地表现自己